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第二节非流动负债 第一个大的问题是长期借款 它的核算原理非常的简单 是按照贪余成本计量的 所以跟应付债券 甚至跟债券投资的核算原理都差不太多 那么首先第一个小标题在介入的这个环节 那么我们融来的资金金额存上借银行存款 按照借款合同里边规定的本金 要带一个长期借款本金明细账 如果有差额比如说考虑交易费用 考虑银行扣下的补偿性余额等等 那么我们实际到账的金额要比什么 要比本金小 那这个借方差额是把它记住到 长期借款利息调整这个明细账的借方 如果初始确认的利息调整在借方的话 大家想一想你说实际的利率 或者说我们融资的资金成本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显然是提高了 那也就是说实际的利率要大于什么 要大于合同的利率 第二个小标题是资产负债表示的后续计量 贪于成本法 要期出的贪于成本成实际利率 算出来的实际利息 如果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记住到财务费用等等 如果符合资本化条件 我们借赛建工程研发支出等等 那么我们用合同的本金成合同利率 或者说明义的利率 算出来的明义利息 如果是分期负息的这种借款 其实刚才已经谈过了 我们要代应负利息是属于流动负债 那么如果是到期一次还本负息的借款 连本代理若干年以后一起还 它是属于非流动负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使用的科目是 长期借款有一个明细帐叫应借利息 注意那么往再建工程等等这里面记的是实际利息 而我们往应负利息 或者说应记利息里面记的是什么 明义利息 它们两个之间的差额 到几长期借款利息调整的贪消额 如果初始确认的利息调整在借方 那我们后续就是从代方把它谈掉 站在借债平衡的角度 我们代方的明义利息加上什么 加上利息调整的贪消额等于实际利息 那么请问实际利息和明义利息谁大谁小 显然的实际利息大 那么明义利息怎么样 小跟我们刚才分析的结论是一式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资金成本加大了 第三个小标题是到期偿还 把本金和长期借款本金这个明义账给冲掉 那么如果是分期复息的借款 那么我们把既提出来的最后一期的利息 通过借应付利息也把它冲掉 那么如果是到期一次还本复息的借款 全部的利息是在长期借款应激利息当中 我们把它也冲掉 那么本金和利息的合计数带银行松还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 就简单说这么多不太重要 第二个大的问题是公司债券 包括一般的公司债和可转债 先来说一般的公司债 其实这个内容我们在金融工具计量的部分讲过了 在这里面相当于是复习的性质 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债券发行的方式 包括平价、溢价和折价 那么如果发行的时候 票面利率等于市场利率呢 那就是平价发行 如果票面利率高于市场利率 你说是溢价还是折价 大家看到的是溢价 为什么 站在计量的这个角度呢 那我们是未来信金流量的折现值 分母的折现率要使用谁 要使用市场利率 那么如果票面而分子的这个现金流量里面的利息呢 我们使用的是票面利率 如果说票面利率大于市场利率 就意味着分母的那个折现率变小了 分母变小了 这个分市的值呢 是不是就变大了 所以折出来的这个限值呢 要高于它的 折出来的限值要高于它的面值 那这不就是溢价发行呢 反过来如果说票面利率低于市场利率的话 我们算它的限值 分子的现金流量是用票面利率算 而分母的折现率呢 是用市场利率算 如果说票面利率低于市场利率 说明市场利率大 分子变大 折出来 分母变大 分母变大 折出来的这个限值数就变小了 所以这个限值呢 要比面值小 这就是折价发行 那下面我们说一下各环节的会计处理 首先发行这个环节 收到的款项竞额借银行存款 那么债券的面值部分呢 我们要带应付债券面值 注意这个不叫本金叫面值 也不叫成本 站在投资方的角度 买来的债券 是如果分到第一类的话呢 是债券投资成本这个明细账 而站在发债方的这个角度啊 大家注意应付债券这边使用的是面值 产生的差额记住到利息调整 那么债券的发行费用按照准则的说法呢 是把它记录到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 那么再具体一点呢 就是把它反映到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这个明细账里边了 所以如果有发行费用的话 单独作账 相当于是带银行存款 借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那么由于记到应付债券的借方 使它的账面价值贪约成本变小了 是吧 因此呢 如果说有发行费用的话呢 相当于是充减了它的期出贪约 成本会影响到实际利率的 那么第二个环节呢 是资产负债表示我们要按照实际利率法 确认利息费用 要每一期期出的贪约成本 乘实际利率算出来的实际利息 把它记住到在建工程研发支出 制造费用财务费用等等 这个不解释了 那么如果是分期负息的债券呢 用面值成票面利率算出来的票面利息 我们使用的课目是应付利息 那么如果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呢 我们要面值成票面利率 算出来的票面利息 属于非流动负债 那我们就是要带一个应付债券应借利息了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名义利息 而这边是实际利息 它们两个之间的差额呢 咱们到期应付债券利息调整的贪销额就可以了 那么到期偿还本金和利息 借应付债券面值把本金充了 如果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 把全部的利息呢 从应付利息这个名气上的借房充掉 如果是分期负息的 我们把既提出来的最后一期的利息 从应付利息这个账户的借房充销 代银行存款就结束了 应试的时候 我们按照下边公式算贪运成本 期末贪运成本等于期初贪运成本 加上利息费用 就是实际的利息 减掉现金流出 如果是分期负息的债券 那么这个现金流出呢 这个现金流出呢 就是每一期的票面利息 这个公式就是我们在金融工具 章节给大家讲过的著名的 D等于A加上D减C这个公式 这是一个万能的公式 那么我当时呢就给大家强调过 这个公式一定要在理解的基础之下 把它记住了 例题 二零某一年的12月底 甲公司将批准发行五年期的疑似款本 分期付息的公司债券是一千万分 那么债券的利息在每年12月31号来支付 票面利率每年是 年利率是6%了 那么假定债券发行时的市场利率是5% 票面利率高于市场利率 你说是溢价还是折价 那当然溢价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计算出来 债券的发行价格怎么算啊 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呗 题目当中给定了折现率5% 期数是5 因为是五年期的 那么这个5%呢是市场利率 对应的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年金限值 这个叫做复利限值 据说干嘛用啊 折现的时候要用到 来吧我们按照折现的办法算 它的发行价格 其实就是未来的本金和利息 按照市场利率5%折出来的限制呗 来吧本金是1000万元 只有一笔 是负利限制问题 所以我们称的是负利限制 细设0.7835 那么加上1000万元的面值 乘上票面利率 1000万元的面值是吧 没有问题啊 那么乘上6%的票面利率 算出来的是每一期的票面利息 每一年都有这么多的利息 要发现金流要发生 这叫等额系列收付款 在财务管理上叫年金 是普通年金求限制问题 所以乘对应的普通年金限制系数 4.3295就可以了 相乘相加最终的结果 10432700元 是应付债券的发行价格呀 我们融来的资金 其实它也是什么 因为这个题目里面 它没有考虑到交易费用的问题 那么这个金额其实也是应付债券的 期出贪约成本 来根据这个计算 我们来进行账务处理 这张表格呢 是按照实际利率法算 每一期的利息费用 对具体每一期的票面利息 并对利息调整 进行逐期贪销的 这样一张表格 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这一列呢 是每一期的实际利息 这一列呢 是票面利息 就是所谓的公式里面的现金流出 这一列呢 是利息调整的贪销额 那就是这两列的差额 那么这一列呢 是每一期的贪约成本 大家注意 如果表格这样来设计的话呢 就为了结成板面的啊 那么本期期末的贪约成本 其实就是下一期期初的贪约成本 那么我们折出来的限值 1043 2700呢 相当于是应付债券的 七出贪约成本放到这个位置 要七出的贪约成本 承受实际利率是多少 实际利率呢 是多少呢 是5%啊 是市场利率 就能够算出来 第一年的实际利息是521635 如果符合资本化条件 记住到相关资产的成本 如果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记住到财务费用等等 那我们用面值成票面利率 算出来每一期的票面利息 是一样的60万元 因为是固定利率的债券 做账的话呢 代应付利息 他们两个之间的差额 到几应付债券利息调整的摊销额718365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考虑利息调整的摊销到第一年的 就是到202年12月31号这个点 它最新的贪约成本怎么算 那我们可以套B等于A加B减C这个公式算 比如说呢 7出摊运成本用104 比如说用7出摊运成本10432700 加上第一年的实际利息呢 是521635 减掉现金流出60万元 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当然按照我们这个表格的设计呢 因为它已经在表格里面 体现出来利息调整的摊销额了 利息调整的摊销额是78365 所以我们可以在10432700的基础之上 因为这个债券是溢价发行 利息调整最初是在贷方确认 那么摊销从借方摊 负债记到借方是越摊越少 所以我们在10432700的基础之上 减掉第一年利息调整的摊销额 78365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结果是10354 335 后面依次累费 当然最后一期比较特殊 因为小数点保留的问题 就不能够再这么算了 怎么算呢 我们可以套D的A加B减C这个公式算 那么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我们也可以采用倒几的方式来算 你就看最后一期期出利息调整的明细帐 还有多少余额 全都把它摊掉 然后我们正常计题出来 票面利息带应付利息 差额倒几谁呀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把利息调整的余额全都摊掉 计题出来的票面利息呢 是带应付利息 差额的倒几实际利息的几个 原理上跟债券投资是一样的 事物算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账了 发行的环节 然后来的资金就是未来信息流量的折现值了 借银存10432700 那么面值1000万我们带应付债券面值 差额呢是432700 带应付债券利息 调整 那么20毛2年12月31号 按照实际利息 521635借财务费用等等 因为他没说是否符合资本化条件 考试的时候需要我们做判断的 来那么票面利息呢是60万元 带应付利息差额呢是78365借方 倒几利息调整的谈销额 那么随后的几年原理呢跟上面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略掉了啊 那这个小标题呢是把最后一期的账做出来 我们同样要按照实际利息 最后一期是吧 最后一期顺序是这样 大家注意了 首先票面利息每年都一样 所以说我们先贷应付利息60万 其次呢 你看应付债券利息调整这个明细上 还有多少余额 把这个余额全都怎么样 这个余额全都给他弹掉 94937.06 因为他的余额在贷方 是一价发行 从借方把它冲了 最后一期呢 倒几谁呀 倒几实际利息把它记录到财务费用等等 就可以了 同时呢我们还本付息 借应付债券面值是一千万 借应付利息是最后一期的 因为之前的当年都已经付了 60万 加起来是1060万元带银行存款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一般公司债券的处理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下面第二个小标题是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快递处理 那这个内容要多重要有多重要 近几年呢是频繁的出题 要么是放到客观题当中考一个 要么是放到主观题里边 比如说放到拼盘式的计算题或综合题里边来考大家 那么会计处理原则 不管是嵌入式的还是分离交易的 当然我们一般呢多数情况下呢是嵌入式的可转债 就是在债券的主合同的基础之上给它嵌入一个衍生品 这个衍生品的名字叫做转股权 这个转股权有什么好处啊 满足条件的时候呢 可转债的持有人可以行使手中的这个转股权啊 按照约定的转换价格把它转成这家公司的普通股股票 那么转股完成以后呢摇身一变 由原来的债权人变成投资者了 那么我们站在发债方会计处理的角度 发债融来的资金其实就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纯粹债券的就是负债成分的价值 还有一部分呢是这里面嵌进去的转股权的价值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呀 像这种混合工具就涉及到嵌进去的这个 这个衍生品要不要跟主合同分拆的问题 我这块稍微说的细一点啊 那么大概的基本的原则是这样的 如果嵌进去的这个衍生品跟主合同的关系 关系不密切的话我们要分拆 如果说关系密切的话呢 就不用分拆了 那么什么叫关系密不密切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转股权将来转不转股啊 取决于股票的价格 如果说股票的市场价格高于约定的那个转股价 是不是转股就对这个可转债的持有者是不是就更有利一样 比如说转股价呢是10块钱 而股价呢是20块钱 那你就有利可图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是就转股 那么如果说市场价格低于转股价 那么可转债的持有人就可以怎么样 不行使手中的这个转股权了 因为转股的话不合适 所以说转不转股呢 取决于什么股票的价格 跟债券的主合同里边的什么面值啊 什么利率啊 什么期限啊 关系不大 关系不大的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 里边欠进去的转股权与主合同的关系不密切 不密切的话呢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我们要进行分拆的 那么分拆出来的这个转股权怎么来确认呢 由于它将来是按照一个固定的转换价格 转换固定数量的股票 满足了什么呀 满足了固定换固定 因为我们欠进去的这个转股权将来呢 将来是要通过自身的普通股来结算的 因为你转股的话 我们要发行自身的普通股股票 给原来可转债的持有者呀 我们在金融工具里那一章 谈到一个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还记得吧 如果发行一个衍生 如果发行一个金融工具 是通过自身的转硬工具来结算 要区分衍生非衍生 如果是衍生金融工具的话呢 只有满足固定换固定 它才是转硬工具 否则金融负债 而我们这个满不满足固定换固定啊 满足了 因为转股价格呢 是锁定的 比如用面值除以转股价算转换的股数 它就满足了固定换固定 因此呢我们欠进去的这个转股权呢 就要把它确认为权益工具了 说了这么多 该下结论了是吧 那么我们在初始确认这个环节 应该把这里面包含的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进行什么 进行分拆啊 把负债成分确认为应负债券 那么把权益成分呢 确认为其他权益工具 这个是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 我们前面也都见过了 那么分拆的时候先算 就是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 只要算出来其中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就可以采用倒计的方式把它算出来 那么问题是我们先算哪一个呢 哪一个好算就算哪一个呗 你说哪一个好算 不管是债务工具还是权益工具 它的价值啊 从理论上来讲 都是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 你说债务工具和权益工具 未来的现金流量哪个更靠谱 哪个更确定 显然是债务工具 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顺序是这样的 先算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上 就是把未来的现金流 包括本金和利息 按照一定的利率进行折现处理 那么这个利率呢是同的条件下 不负转股权的一般债券的什么市场利率 考试如果考的话呢 会把这个利率告诉我们 用这个利率来折啊 那么算出来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以后呢 进入到第二个步骤算权益成分的供应价值 我们用发行收款的这个金额 用发行价格减掉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另外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注意的是如果题目稍稍复复杂一些 或者会计核算中的分摊 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啊 里面讲的比较全面 有的是按照账面价值比例分 有的是按照供应价值比例分 那么我们这里边是按照什么 是按照供应价值的比例来分摊 那么分摊以后呢 分给负债成分的是怎么样 是进入到应付债券 是充减应付债券的账面价值 那么分给权益成分的是充减其他权益工具 下面有一个提示 那我们分摊交易费用 会减少应付债券的贪运成本 因为如果单独做账的话呢 是怎么样 是带一个银行存款 是借应付债券可转债利息调整 充减了它的账面价值 那不就会减少它的贪运成本吗 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来计算实际利率 那么后边收尾 就是这张收尾之前 会给大家讲一个相关的例题 说明这个怎么来重新计算实际利率 我们先做一道去年的多选题 说下列各项关于企业发生的 与金融工具相关交易费用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A 发行股票发生的交易费用 进入到所有的权益 那记到哪具体来讲呢 是把它进入到资本攻击股本 印象所以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B 购入股票 并指定为 以供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科目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进入到资产的成本 那这个是对的 那我再问你 如果购入的股票把它分到 供允价值量变动记录当期损益呢 这个交易费用就是直接 进入到投资收益了 充投资收益 C 购入到债券 并按照贪运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比如说通过其他债权投资来核算 那么发生的交易费用 记住到当期损益错 是记住到资产的成本 具体来讲呢 是记住到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D 发行可转债 发生的交易费用 要分摊记住到权益和负债 那这个是对的 是按照相对供允价值的比例进行分摊 因此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ABD这样三个选项 接着往下面走 相关的快递处理 发行环节 我们融来的资金借银行存款 分拆出来的负债成分供允价值呢 我们要带一个其他权益工具 那么注意债券的面值部分 我们要带应付债券可转债面值 最后的差额 把它记住到应付债券可转债利息调整 如果我们看应付债券总账的话 就是把它们合到一起 那么这个金额相当于是负债成分的 供允价值 那么负债成分的供允价值 加上权益成分的供允价值 就是全部的款项 借银行存款了 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编出来的分路吧 借方应付债券可转债利息调整的金额和贷方其他权益工具的金额是相得的 我问你它是绝对的吗 就是他们两个一定相等吗 不一定 相等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情形 什么叫比较理想化呢 就是要按照面值发行 而且不考虑交易费用 如果不是按照面值发的 那么我们再去考虑交易费用的话呢 他们两个怎么样就不相等了 那么随后转股之前 资产负债表示 负债成分的计量呢 跟一般的公司债券是相同的 实际利率法按照贪余成本进行后续的计量 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了 那么转股的时候 这个环节考试经常出题的 假定全都转了 我们要把负债成分的价值 与其他权益工具的价值全都冲掉 按照转换的股份面值呢 要确认一个股本 产生的差额怎么样 进入到资本供给股本底下 分路是这样的 我们要借应付债券隔转债 把它的各个明细上的余额全都冲了 那这里面我只写到这一集的明细帐 就是下一集就不写了 那我们再把初始确认分拆的权益成分的价值 从其他权益工具这个科目的计划怎么样 把它冲了 如果转股的时候 账上有既提出来的 应付未付利息 假如说题目当中告诉我们 说利息在支付之前 就是在割息日之前就转 就转股了 那么这个利息的参与转股 你说将来到节息日 它还能给我们利息呢 就不能给了 因为都转股了 都参与转股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把应付利息怎么样 也给它冲掉 千万别忘了 那么按照转换的 如果说全都转的话呢 就全都冲 如果按照比例转 比如说50% 那我们在算金额的时候呢 那对应要乘50%的啊 这是一个小学数学问题 那么我们按照转换的这个 按照题目当中的这个说法 算出来转换的股数 要股数承受每股的面值 一般呢就是一块钱了 代方确认一个股本 最后差额呢 报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那么有一些客观题 它可能直接问我们 转股时确认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是多少 怎么算呢 我们就是用 如果不编分路 站在快速计算的角度啊 就是用转股这个 10点负债成分的价值 加权益成分的价值 减掉谁就可以呢 如果不考虑应付利息的话 那么我们减掉 确认的股本金额 就可以了 确认的股本金额一般呢 跟转换的股数是一样的 因为美股面值往往都是一块钱 其实 那我们在可转换工具转换时呢 应当终止确认负债成分 并将其确认为权益 那么这个权益的课目 包括股本和资本公积股本 印象了 那么原来的权益成分 仍旧保留为权益 那么只不过呢 由一个项目转到另一个项目 原来的这个权益成分在账上叫什么 是不是其他权益工具呀 转到另外一个项目呢 一个是股本 一个是资本公积股本 那么可转换工具转换时呢 往往是不产生损益的 OK 我们通过一个题目 再消化一下 说假公司经批准于20某一年的 1月1日按照面值发行五年期 一次还本 按年来付息的可转贷是多少 这个是2亿元 款项已经收存银行 注意是按照面值发的 那这个题目也没有考虑到交易费 所以有一个什么结论呀 我们分拆完了 往应付债券可转债利息调整当中 记得金额 跟往其他权益工具里面 记得金额是一样的 来那债券的票面年利率是6% 发行一年以后呢 可以转普通股 初始转股价呢 定为每股是10块钱 那这个是固定的 股份的面值每股是1块钱 那么债券的持有人 如果在当期付息之前转股的 那这里边的利息参与转股 因为他说按照面值和应付利息的和 除以转股价算转换的股份数 所以站在金融负债权 站在金融负债权益工具区分的这个角度 我们这个转股权是满足了固定换固定 所以要把它确认为权益工具的 假定2022年1月1日 债券的持有人 将持有的可转债全都转普通股了 全转了 那么二级市场发可转债时呢 这个余值类似的 但是没有附带转股权的 一般债券的市场利率是9% 所以我们分拆负债成分价值的时候 就是按照9%的这个利率来折现 题目当中给定了 9%利率 期数是5 因为是五年期的 对应的普通年金 限值系数和复利限值系数 折现的时候要用到 我们首先要计算负债成分的供运价值 就是未来的本金和利息 按照不负转股权的 一般市场利率9%折现的限制 那么本金是两个亿 乘对应到复利限值 系数0.6499 加两个亿乘6%的票面利率 这个算出来的是票面利息 每年都有这么多限级流发生 等格系列收付款 这叫普通年金 求限值成对应的普通年金限值系数 3.8897 3.8897就可以了 相乘相加的结果是176656400 是负债成分的供运价值 下边呢 我们要发行收款的总额是面值 没有考虑到交易费用 两个亿减掉负债成分的供运价 是不是就可以了 算出来的结果是23343600 那么这笔钱要把它记住到 其他权益工具的贷法 让我处理 收到前两个亿借银存 那么23343600刚刚说过 带其他权益工具 面值是两个亿 带应付债券可转债面值 产生的差额借应付债券可转债利息调整 我没有骗大家吧 因为这里边没有考虑到交易费用 这里边是按照面值发行的 所以利息调整的初始确认金额 跟其他权益工具的这个金额是一样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它永远是一样的 到资产负债表日转股之前 参照一般公司债权来处理 我们要期出的贪余成本是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在哪呢 这呢176656400 常不负转股权的市场利率 实际利率是9% 算出来的是当年的实际利息 15899 076 借财务费用等等 下面呢 我们要既提出来票面利息 两个亿程票面利率6% 结果1200万元 带应付利息 考试如果考试主观 大家对这个明细上就不用写了 产生的差额 因为这个是实际利息 这个是票面利息 那么这个差额3899 076呢 贷方到底应付债权可转债利息调整的贪消额 这个简单是吧 那么由于利息调整是从贷方贪的 负债记贷方会导致它的账面价值 贪余成本增加减少呢 当然是增加了 所以到20某一年底 这个点上它最新的贪余成本 你得在年初的那个谁 176656400的基础之上 加上谁 加上利息调整在当年贷方的贪消额3899 076 是不是都跟上了 第三 2022年的1月1号 债券的持有人行使转换权转股了 那这个时候假定利息还没有支付 是不是就参与转股了 因此面值两个亿加上 既提出来一年的利息是1200万元 那么这个核除以定的转股价是10块钱一股 你看看你有这么多钱 除以10块钱一股 是不是就算出来股数了 小学数学问题 2120万股 每股面值1块钱 所以我们确认的股本呢也是这么多了 分路怎么做 因为全都转了 我们就把应付债券的账面价值全都充了呗 借应付债券核转债面值是两个亿 由于应付的利息也参与转股了 将来到节期日不可能再给我们了 所以把它也终止确认 我们要借应付利息1200万 这都没问题 那么应付债券核转债利息调整的余额 19444524呢也把它充了 那么这个金额是怎么算的呢 太简单了 我们要初始确认利息调整的这个金额2334360 而在借方减掉第一年代方的贪销额3899076就可以了 回头你可以算一算 把这个从反方向给它充了 因为它的余额在借方 那你就从贷方充没 按照转换的股份面值2120万元代股本 最后的差额就到几 记住到资本供给股本溢价的194699076 太简单了 那这个题就给大家讲完了 下面呢 我们再做一道2013年的单选题 这个题出的漂亮 甲公司2022年的1月1号 发行1000万份 可转债 每份的面值是100块钱 那么每一份的发行价是100.5元 看到了吧 人家给定了每一份的发行价格 又给定了发行的分数 那么他们两个一相成是什么 是发行的价款 融来的资金 可转债 可转债发行两年以后 每一份可转债可以转换成为四股公司的普通股股票 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立题的说法是不就不一样了 刚才那个例子呢是用面值加上没有结算的那个利息的核除以转股价算 而我们这个呢是用每一份债券能够转的股数乘成分数 一千算 所以呢我们用一千万份乘上 不是乘四 这个结果呢是四千万股 就将来转股的时候呢能够转这么多的股票 数学问小学数学问 咱们接着往下面走 假公司发行该可转债时确认的负债成分 初始计量金额呢是100.150万元 就是直接把分拆的负债成分的公运价值给出来了 人家没有考我们这个具体的折线 因为具体的这个折线啊小儿科 直接把这个怎么样数字给了 那我问您 我们这个发行的总价款刚才已经说过他的计算了 用一千万份乘上每一份的发行价 这不就出来了 再减掉初始确认环节负债成分的公运价 有一个差额 那么这个差额就是谁的价值啊 就是其他权益工具的价值 接着走 2013年的12月31号 就是转股之前了 于该可转债相关负债成分的账面价值呢 变成了100.050万元 那他怎么跟发行环节这个100.150不一样了呢 因为利息调整摊销啊 那么怎么摊 他也没有考我们 直接把这个数字改了 会用就行了 那么这个数字呢 是转股之前负债成分的账面价值 因为全都转了 后面说全都转 要把它冲了 来2014年的1月2号 该可转债 该可转债是吧 全都转假公司的股份就全都转股了 全都转股的话呢 我们做账的时候 要把应负债券 就是负债成分的账面价值全都冲掉 从借方冲 就站在总账的角度 同时呢 我们还要把初始确认分拆 确认的其他权益工具的账面价值 从借方全都冲了 那有同学说 负债这个权益成分的账面价值 到转股的时候是多少 跟初始确认的金额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权益工具不涉及到利息调整摊销问题 不涉及到供应价值调整问题 所以转股的那个时点跟初始确认的那个时点 其他权益工具的金额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借其他权益工具 借应付债券 借方是不是就有了 然后代方按照转换的股份面值 带一个股本 差额到几资本公积股本一家 而我们这个题呢 它考的恰恰就是转股时确认的资本公积股本一家金额 是多少钱 你说这个题出的好不好 太好了 那我们做一下吧 做上借应付债券 是给定的转股之前的账面 叫做1000050 在这 这不是这个100150 这个100150是发债 初始确认环节的金额 那么我们要的是哪一个呢 是这个转股这个时点的金额 转股这个时点的金额呢 就是上一个报表日的这个金额 1000050 它跟转股就差两天的时间 所以呢 借应付债券 1000050把它冲了 那我们还要把其他权益工具的余额给冲掉 多少钱呢 跟初始确认分拆的金额是一样的 怎么算 用1000万份成为每一份的当初的那个发行价格 100.5 这是容来的总的款项 减掉题目当中给定的初始确认环节 负债成分的供应价值100.0.10 那么他们两个的差额就是权益成分的价值 350借其他权益工具呀 那么我们转换的股份面值呢 用1000万份成为每一份可以转四股 一成的话呢 是4000万股 每股面值一块钱 所以确认的股本金额呢 也是4000了 最后产生的差额呢 我们到底记住到资本供给股本印象96400 选项4D是正确的 这个题就给大家讲完了 回去呢再琢磨琢磨啊 那么第三个标题谈到的是几个特殊的问题 这些内容站在考试的角度就不太重要了 我们简单的过一遍就行 一个是提前赎回或回购 企业通过在到期日之前赎回或回购 而终止一项仍然具有转换权的可转换工具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人家可转债的持有者行使转换权之前就提前赎回了 导致人家的梦想破灭没有变成股东的身份 所以要多给一些钱的 应当在交易日将赎回或回购支付的价款 及发生的交易费用 分配置该工具的权益成分和负债成分 因为之前账上既有负债成分也有权益成分 现在不是说提前赎回吗 做账的时候啊 我们要把其他权益工具和应付债券 就是权益成分和负债成分的账面价值全充销 因为赎回了终止了 然后付的这个钱呢 包括补偿款 贷银行存款 由于多给钱了 会有一个借方的差额 那么这个借方的差额坐上坐到哪里去 他说也要进行分配 一部分由权益来承担 一部分呢是由什么负债成分来承担 那分配的方法与发行时采用的方法是一致的 也是按照这两部分价值的比例进行分摊 那么分配置权益成分的款项债到哪里去 他说记住到权益科不是啥 因为我们坐上要把其他权益工具给充 你不能够再借其他权益工具了 是把它寄到哪去呢 资本公积股本一家 与债务成分相关的利得或损失 一般是损失 记住到损益 因为负债成分的价值从借方也都充了呀 那你多给的这个钱产生的损失 借到哪里去呢 我认为记住到财务费用就可以了 第二呢利息的补偿金 企业发行附有赎回选择权的可转债 那这里面相当是嵌入了一个衍生品 叫赎回选择权 就是到期之前呢 我可以选择提前赎回 那期在赎回日 可能支付的利息补偿金 为什么要支付利息补偿金呢 比如说人家投资者想赚很多年的利息 你提前给人家赎回了 人家赚不到那么多的利息了 不得给人家补偿吗 应当在债券发行日至债券约定赎回 借满日期间来计提 计提作账的时候呢 代应付利息 那么借方把它相应记住到相关的成本费用 如果符合资本化条件呢 记住到相关资产成本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呢 把它记住到财务费用就可以了 第三呢 修订可转换工具的条款 以促使持有方提前转换 促使他提前转换 说明企业不想承担那么多的利息了 一般来讲是什么呀 市场利率发生什么变化的时候 让他提前转换呢 你走不走吗 就是市场利率是上升还是下降啊 如果说市场利率下降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利率呢 是5%的 而市场利率跌到了3% 是不是咱们觉得亏了 在这个时候呢 提前转换呢 如果说还有融资的需求 我们按照3%的发 所以也存在这个提前转换的问题啊 那么在条款的修订日呢 市有方根据修订后的条款进行转换 所能够获得补偿的供运价 也得给人家投资者进行补偿 于根据原条款进行转换 就正常转换 所获得补偿的供运价的差额 在利润表里边呢 就是债券的发行方要确认为一项损失 科目呢 我认为使用财务费用比较合适 第四 企业发行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展债 就是我左手发行给你普通债 右手呢 送给你认股权证 所发行的认股权符合权益工具 定义及其确认和计量规定的 我们应当把它确认为一下权益工具 科目的是其他权益工具 并以发行价格减掉不负转股权 且其他条件相同的公司债券 供运价格的净额 来计量 什么意思 你千万不要认为 我送给你的这个认股权证是白送的 羊毛处在羊身上 它的价值已经打入到我左手发行给你的普通债券的价格上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虽然是分离交易的 但是我荣来的资金还是体现为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的价值 也要做分拆的 那么分拆的时候呢 我们是怎么算啊 也是一个先算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倒减的方式 那这里边他说先算谁呢 用发行价减掉不负转股权 其他条件相同的公司债券的供应价 后的净格来计量 那也就是先算依然是先算什么 先算负债成分的价值 然后用总的款项减掉负债成分的价值倒推什么 权益成分 就是那个认股权证的价值 如果认股权持有人到期没有行权 我们应当在到期时的将原计入其他权益工具的部分 转入到资本供给股本 以下下边我们通过一个题目做进一步的说明 说甲公司于二某18年的2月1号按照面值发行了2000万张 每张面值是100块钱的分离交易可转债 一共是容来20个亿 那么债券的期限是5年 票面年利率2% 按年来付息 甲店同等条件下 我们发行一般的公司债券 就是不送认股权证的 发行价格是多少 是18个亿直接给了 那就意味着认股权的价值 是用20个亿减掉18个亿 结果是2个亿 我们要把这两个亿呢 记住到其他权益工具的败方 那么每份债券 认购人 获得公司派发的15份认股权证 认股权证的总量 我们用15层上发行的张数 这个结果是多少呢 题目当中直接给出来了 认股权证的总量是3万万份 就是3亿份 那么该认股权证是欧市认股权证 就只有在到期的时候才能够行权 每两份认股权证可以认购一股A公司的股票 如果全都转股认购的话呢 我们用3万除以谁就可以了 是不是除以2就可以了 能够转换成为15000万份的股票 行权价格呢是每一股12块钱 就是每一股要交给公司12块钱的款项 所以我们做账的话 借方还有一个银行存款 假定共有60%的认股权证的持有者行权了 所以我们算转换股数的时候呢 还得乘上一个60% 包括算什么呀 算荣来 就是算我们荣来的这个资金的时候 就是认股权证持有人行权了 不是说每一股还得交给公司12块钱吗 算我们荣来资金的时候呢 也要乘上一个60% 别忘掉了 要求 编制假公司发行可转债转股时的会计分路 来发行环节 我们荣来的资金是20个亿借银行存款 那么一般的公司债的价值就是18个亿 直接给了贷应付债券可转债 那差额是两个亿 就是权益成分的价值 就是那个认股权证的价值 我们要带一个其他权益工具的 那么将来 那么后续计量呢 我们就是负债成分的后续计量就把它略掉了 等到转股的时候呢 行权的部分是60% 我们荣来多少资金 分数呢是3亿份 然后每一份能够转 怎么说是两份转一股吗 对两份认股权证的转一股股票 所以说算股数的时候呢 得除以2啊 每一股股票的认购价格呢 是就是相当于行权价的 12那你得乘12 60%转股乘60% 所以呢在行权的这一部分 我们荣来的资金是10亿8千万元 借银行存款 同时呢把转股的这一部分 对应的其他权益工具给冲了 原来我们确认的金额是 两个亿乘60%呢 是一亿两千万元 借其他权益工具 那么转换的股份面值 3亿份除以2 这么多股了 60%转股乘60% 就是60%行权 结果呢是9000代股本差额 到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就可以了 那么没有行权的这一部分 我们也要把其他权益工具转走 因为其他权益工具呢 是过度性质的项目 把它转到哪去 资本公积股本一下 两个亿乘40% 8千万元 那么这个题我们就做完了 那大家思考一下 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在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 跟我们之前讲过的 嵌入式的可转债有什么区别 其实站在初始计量 原则的角度没区别 都要进行分拆 那么后续计量呢 有区别吗 也没有区别 权益成分呢 不反应后续供应下变动 而负债成分呢 继续按照实际利率法算 利息费用等等 区别在哪呢 区别在转股行权的时候 行权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其他权益工具 把其他权益工具给充了 转到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而负债成分我们充了吗 没充啊 不该充 因为那个负债成分呢 还在存需期内呀 所以还要按照实际利率法算 每一期的利息费用 而嵌入式的那个可转债呢 转股的时候 负债成分也怎么样 也要把它充消掉 所以说这两种呢 是有这么一点细微的差别 你想大家简单的关注一下就可以 到这的话呢 第二个大的标题 公司债券的处理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第三个大的标题是 长期应付款 排除法位 除长期借款应付债券以外的 其他各种长期的应付款项 比如说以分期付款方式 购入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等所发生的应付款 它的核算问题 我们在固定资产章节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这里边还是要提醒各位 长期应付款 也是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期末贪余成本的算法 跟我们前面强调过多次的 D等于A加B减C的那个公式 原理是一样的 要击除贪余成本 加上本期的实际利息 再减掉什么 现金流出就是分期付款的那个饥饿 OK 那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各位 这节课就给大家看完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